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分享马太福音的时间 又到了我们沉思上帝话语的时间 我每一个星期都会利用这么一段时间 跟大家分享这么十几分钟我读圣经的一些体会 我读圣经的思路有一些沉思的部分 但是也有一些公共关怀的部分 所以愿意听我讲圣经的人 多数都是有一点公共关怀精神的人 我不是那种把门一关在家里面 属灵啊,完了以后两耳不问窗户外事 一心只是属灵属灵的这个套路 每个人读圣经都有自己的风格 每个人读书都有自己的思考的 我们称之为观察的视角 所以所有人加起来就构成了人类理解 人类阅读理解圣经的一个交响曲 所以我看别人怎么去解释圣经 和看我自己怎么解释圣经 它并不冲突 这构成了一个言论自由的这么一个秩序 上期跟大家讲过这个律法是吧 律法书我就仔细讲了一个基督徒 你怎么读圣经 既要读旧约也要读新约 必须要同时读都要读好 而且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把相信上帝 这样的一个工作要放在阅读和思考的前面 这构成一个三一模型 一个人如果不相信上帝 你让他去读旧约也好 读新约也好 等于是没读 读不进去的 理解不了信心在前 阅读在后 一定要搞清楚 那么一旦解决相信上帝的问题 相信上帝怎么相信 简单相信 你愿意相信你真的就信了 心里一打开 上帝扣向你的门 你扣向上帝的门 这个事就成了 就这么简单 但是这个工作是很难的事情 越是读书多的人越难 所以我是非常的感恩的 我这个人第一次进教会 也没跟我说什么 真没说什么 就带我读了一篇 马太福音里面的 风随着意思吹 是吧 然后人若不重生 就不那件神的国 你说这句话好理解吗 它不好理解 我即便到现在 我给一段时间要讲到这句话 你说我到现在 我要去解释这句话 我依然不知道从何说起 非常的深奥的一句话 贯穿宇宙 贯穿时空 贯穿生死 一般人根本理解不了 没有人能够完整的解释这句话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感动得稀里哗啦 我就哭了 我后来余杰采访我 他用了一个标题 说最后这个人三分钟就爱上了上帝 三天就受洗归主 真的是这样子的 一点都不夸张 为什么呀 就是你的信仰 就是简单相信 你的心里生起一种巨大的哀痛 生起一种巨大的温柔 这个时候你要抓住他 像一个溺水的孩子 抓住一个山板一样的 是吧 像一个什么 迷怒的孩子 抓住了一个 一个向导 抓住他就行了 哪有那么多道理啊 这是真正的信仰 但是信仰 开始之后 你要展开伟大的 绵长的 深奥的 永不止息的沉思的生活 因为你是人 你不是一块石头 你也不是一个动物 你也不是一棵树 人是一根会思考的奴维 所以你要会思考 你说是不是 你说人家西方的那些思想家 说的多好 帕斯卡尔的话 永远放在我的这个岸头上面 人是一根会思考的奴维 你思考了吗 每个人都要问自己 你思考了吗 所以读圣经 它是三件事情 是吧 三件事情 相信上帝 读旧约 读新约 一定要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 三角形最稳定 今天我们读 论律法之后的论发怒 怒 愤怒 谁不愤怒呢 我的脾气很不好的 我这个人越是没本事的时候 脾气越大 人越是有本事的时候 脾气越小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如果看见一个老年人 一个七十多岁 八十多岁的人 还那么愤怒 那一定是个愚蠢的家伙 是不是 我年轻的时候很愤怒 动不动也发脾气 是不是 见人 见谁 骂谁 恨不得跟别人打架 其实打不过别人 骂也骂不过别人 为什么 因为年轻就等于愚蠢 是不是 我现在基本上很少发怒了 我现在基本上很少发怒了 很多人在骂我 我看了以后呵呵一笑 我都不想回忌的 不想回忌 不是说我这个人境界有多高 我都觉得骂愤怒 把自己带入一个愤怒的状态 不划算 所以说我年纪也到了 而且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我知道是您怎么告诉我的 今天就讲这个事情 论翻路 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不可杀人 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这句话要解释 这个摩西五经 是吧 不准杀人 这是人类的道德律之一 是吧 这个东西你 你是从好多个角度 你可以去解释它 去理解它 首先 如果你有信仰 你记住 这是上帝告诉你的话 不可杀人 上帝是绝对真理 是吧 所以我们要敬畏上帝 上帝说的话 我们要听话 不可杀人 那就不可杀人 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因为来自上帝的绝对命令 是吧 绝对命令是 康德哲学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建构 绝对命令 既然是绝对命令 不可杀人 那你必须要做到 做不到怎么办呢 做不到慢慢做呗 是不是 但是你可以从知识分子 从思想的角度 从知识的角度去理解它 人为什么不可杀人呢 是不是 你马上可以想出 很多个道理出来 比如说 人是有灵魂的人 所以耶稣说一句话 杀身体的不要怕他 只有那杀身体 又杀灵魂的人 你才怕他 所以你杀人 这个事情 在某种意义上 是无意义的 是吧 因为你杀的人 那个人 你只是杀死他的身体 你杀死他的灵魂 有一天 你杀死他的身体 这个事情 上帝要审判你的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你为什么要杀人呢 还是要服从上帝的绝对命令 不可杀人 杀人这个东西 并不是中国人所说的杀人头点地 并不是所说的 这个中国的人间的法 不是中国啊 人间法律的最高的 惩罚的规则 就是杀人 把杀人偿命 不是这样子的 杀人和杀人偿命 都只是杀死人的身体 杀不死人的灵魂 人最终要接受上帝的至高的审判 那个时候的 关于灵魂的审判 才是真正的审判 所以你理解这一点 你也会 你也会劝对自己说 我不要杀人 因为杀人这个事情 是一个非常苍白的 无力的 短期的行为 这个话说的 是不是有点精彩呢 有人告诉你吗 有人跟你这么说过吗 没有吧 我是第一个吧 真的 你一定要记住 杀人这个事情 是一个非常短期的 苍白的 人类的一个无力的惩罚行为 你说这个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都有法律 每一个法律 基本上就以 把一个人杀死为最高的惩罚 人类以法律的名义 杀死了多少人 统计不过来吧 人类变好一点点吗 人类社会变成一个 和谐社会的吗 变成一个理想国的吗 他没有 是不是 所以杀人这个事情 是一个非常苍白的 非常无力的 也是一个非常短期的行为 如果你能理解 我说的这些话 说明吧 你对上帝的绝对命令 不可杀人 有了第二层次的理解 那第三层次的理解 是什么呢 人为什么不能杀人呢 是不是 所以这有些生活的 一些点点滴滴的细节 你能看来到 比如说我们 我们人是食肉动物 是吧 我们要吃牛肉 我们要吃猪肉 我们要吃羊肉 我们要吃鱼 你要吃这些肉 你必须要把一头牛 或者一只羊 或者是什么一条鱼 给杀死 对吧 否则你没法吃它 所以你必须要 从一个比较的维度 或者一个 一个所谓的 问题的基准点 从一个视角层面 去提出一个非常幼稚的 但是很重要的问题 人为什么不能杀人呢 人为什么可以杀死一头牛 或者一只一头猪 或者一只羊 或者一条鱼 却不能杀死一个人呢 是不是 你想你就有点 就是若有所思 你就感觉到 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你似乎在触摸到它 是不是 所以人吃牛排 是不是 吃牛肉各种花样 各种美食王话 是不是 一个人会不会吃牛排 代表一个人 他生活是不是很高呀 有些人在网上表演 这个怎么吃牛排 结果被人给骂死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骂他 吃牛排是有讲究的 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你可以去吃牛 杀死一头牛呢 为什么你不可以杀死一个人呢 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可以思考 有一个电影 还是一个话剧 叫杀死一只真鸟 你去看一看 它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以后 你可以写很多优美的诗歌 你可以写很多深刻的诗歌 写很多宏阔的 辽阔的 丰厚的小说 真的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的 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视角 去思辨你的人心 到底是什么 但是耶稣在这里说这个话 并不是和我们探讨 怎么杀人的问题 只是我把它拿出来 这个并不是探讨不可杀人的问题 而是探讨这个另外一个话题 就说我们只是听说过 古人对我们说过 上帝对我们说过 绝对命令不可杀人 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 你也不能动怒啊 愤怒这个东西也要不得的呀 是不是 你一向弟兄动怒 难免也要受审判 凡事嘛 弟兄是拿家的 难免功亏的审判 凡事嘛 弟兄是魔力的 难免地狱的火 他这话就说的挺明白 你如果太愤怒 你对这个妈一妈 对那个妈一妈 你是要下地狱的 说的如此的深刻 如此的具有穿透力 为什么呀 而且说的很多 比如说 你要向上帝献祭的时候 如果你还在向你的弟兄抱怨 你还在恨他 你就应该先不要献祭 先去跟你的弟兄和好 然后再来献祭 比如说你要这个举报 要去起诉某一个人 跟他有仇 是不是 这个时候你最好是赶紧与他和好 完了以后再去把他交给审判官 是吧 否则的话你要下到监狱里面的 不行的 所以我实在的告诉你 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圣经里面关于愤怒的话 说了很多 另外一个地方 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 叫做什么呢 不要轻易动怒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动怒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轻易动怒 所以你会发现 这你的所讲的不要愤怒 他都是发生在什么地方 发生在人与人之间 但是一旦有人挑战上帝的时候 这个故事就变了 当你捍卫真理的时候 你的愤怒是必要的 当你在人与人之间 也就是说你这个事情 并没有大到挑战真理 伤害真理 破坏上帝创作的律法 破坏上帝创作的秩序的时候 你的这个所谓的愤怒 是没有意义的 你应该先放下来 应该先与这个 先把这个愤怒的火 把它消灭 先与你的弟兄和好 是吧 你要作为一个和平之子 你要作为一个宽容的人 你要作为一个什么 有这个宽恕能力的人 所以宽恕是有条件的 愤怒也是有条件的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人生这一辈子 真的是这样子 我刚才上了就讲过 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发脾气 我现在已经好多年不发脾气了 什么事情我看到了 我呵呵一笑 即便指着我的鼻子妈 我也不会去回嘴 没有意思 是吧 干嘛呢 你爱妈妈妈 妈完了以后 你自己负责任 我说的不好听点 你妈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曲脉笨章 会伤害身体 像我这种人不准发脾气 我就看上去挺些年轻的 我都笨60的人 看上去一点都不像 是不是 为什么呀 不发露 不轻易发露呗 我只有面对共产党这样的魔鬼组织 挑战上帝的律法 挑战真理的秩序的时候 我才会非常的愤怒 一般意义上 你一个和我一样的有罪有限制人 你骂我两个罪 爱骂不骂 你高兴就好 是不是 而且人生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是希望我随着年纪越大 我的心中的怒火会越小 因为到最后 你的呼吸止息的那一个瞬间 你所有的情绪都会荡然无存 是吧 你的愤怒有什么用呢 没什么意义 所以我上来就说过 如果一个人到了60岁70岁 还动不动就对别人发火 还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 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人渣 一定是一个难人 他即便没有死 他已经在地狱里面 所以这里面说的很好 它是个终极关怀 你要不要轻易的发怒 免得地狱的火 他没说你当下有什么损害 有些人当下没什么损害 发了就发了呗 骂了就骂了呗 打了就打了呗 是不是 有些人还以发怒 觉得自己是一个男子汉 是一个很厉害的标志 但是人最终拥有的 就是一颗伟大的心灵 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心灵来自于上帝 这时候你一脸的怒气 你最后你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天国的 它是一个非常长久的关怀 你从人生的这么一个短短的几十年的过程 你也能看得出来 一个人的愤怒 年轻的时候是可以理解的 是不是 血腥刚刚嘛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你的愤怒应该是越来越少 而不是越来越多 你会敞开你的心怀 你会微笑看每一个人 微笑看每一朵白云 每一棵树 微笑着与你身边的人擦肩而过 微笑着与你的仇敌和解 是吧 过去所发生的种种的这些个 那些个的不高兴的事情 你至少你要在心里面 你已经完全把它忘记掉 不再想起过去的那些个事情 是不是 就是一国 一切都是现在 谢谢